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工錢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熔鑽結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低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低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抄底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贏在拐點 10萬訂閱謝謝你們 未來一起努力吧 抓趨勢贏在拐點歡迎收看邏輯播易 我是以財收看副總書筆林秀峰 這個行情又活起來了 電腦族群的資金比重又回到三層 昨天的時候掉到26 今天又活了起來 今天亮針 亮針的過程裡面十字群線 他這個我們在今天的這個 玄虎早智道裡面有跟大家講 就是說他目前的這個角度 有稍微的比較陡峭一點 當然你就變成是只能進不能退 不能退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他的整理 他這個整理了大概就是頂多一週 頂多一週 那麼昨天的一個情況是亮縮的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有點可怕 今天的一個過程裡面你可以來看 他又滿足了20日均量 就是單日的成交量滿足了20日均量 所以他上揚的過程裡面還是可以的 就是說繼續走還是可以的 當然這裡面的結構稍微有一點點 比較沒有像之前那麼猛 畢竟這個地方還是亮縮的結構 所以是不是能夠調整回來 只要看後面的表現 那今天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就是說這個intel他公佈的財報裡面 其中有講到一點就是說 這個電腦有觸底的現象 然後他認為後面會開始復甦 那盤後漲了8% 那現在的一個局面就變成是廣達 廣達這一次挑戰一兆市值的過程裡面 三次這個禮拜總共挑戰三次 今天終於就是站上收盤的時候 站上一兆市值 所以台股有四家一兆的市值 那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意義就是說 如果廣達可以持續的站穩 一兆市值的話 那麼後面的這樣台達電 他就差500億 然後在後面的這一個是偽創 偽創差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把偽創跟他的圍影 一起把它一起看 那偽創是4500 然後圍影是3300 所以他們兩個加起來大概是 將近8000 這個8000再往上的空間有沒有 這就有點點機會了 然後再往下的話 再來就是華碩 華碩的部分是2800 然後在音業達是2500 這兩個我覺得這兩個也要一起看 一起看就是說 音業達的部分 他現在也做IP 也做IP 等於是做附加價值 這也算是軟體的一個部分 華碩的部分 他有台智雲 台智雲的厲害 就是厲害在我們自己政府的 Chop GPT 台版的Chop GPT 他就是在台智雲所經營的 雲端的一個部分 因為他的算力是台灣裡面最強的 所以就變成是 華碩不單單只是做伺服器 他還有軟體的配合 所以我覺得這兩家公司要一起看 一起看的話 這兩家的市值 再把它加起來 那這樣子也有一個 大概五六千億 所以這叮叮咚咚的 把這些AI股加起來 一兆兩兆 然後兩兆五千 然後再往下加 所以這樣加起來應該有 應該有四兆 四兆的市值 就等於是鴻海加聯發科 都可以拼得過對不對 所以他們所有的漲跌 就會影響到大喊的一個指數 所以我覺得 在今天Intel喊多之後 整個電腦類股又復活 然後包括他的周邊 你看電源的管理器 電源供應器的部分 然後CPU的部分 就是光模組 光模組的部分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講 他們有未來 但是都還很早 就長翻了 然後再到Covus Covus的區塊 然後封裝 全部又活起來 這些零零裝裝 如果再把它加起來 像你再把半導體的部分 這些把它加起來 我想超過五兆市值 應該可以 所以整個重點都是在AI 整個重點在AI 這就很尷尬 很尷尬的意思就是說 指數的部分 看起來就一副怕怕的 在我們的這邊是沒有創新高 但是在夜盤那邊 它是有突破前波高點 我給你看 昨天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 它的部分其實是過前高的 所以它昨天過前高之後 它突然掉下來 但因為現貨還沒有 還沒有過高 可是你看 看到這個局勢 它就是一副要開始往上 賺新高了 對不對 那 漲什麼 還是在漲AI 那這就擺明的就是 嘎空手 那嘎空手起來就很頭痛 所以很頭痛就是 你越不敢買的股票 它就越漲給你看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要換到那些的 你說買低位的那些股票 不管是金融 或者是說車用 或者是說觀光這些的 不管你怎麼樣子去挑 現在的局面就變成是 只要AI一動 那資金全部都被排擠掉 就這樣子 然後他們好不容易 一動上去 AI的股票一動上去 結果大家又不開始敢追 所以它這個店是越漲 反正我自己觀察 它越漲籌碼越穩定 你現在能夠敢買的 偽創的人 前面沒有買偽創的人 你現在要買偽創 你買不下手 我自己也是 可是你知道說它會漲 對不對 你看著它會漲 然後你就發現說 這個籌碼其實都還很乾淨 對不對 然後 然後廣達 廣達這個股票 一兆市值的股票 結果居然量縮就上去 換手換手 這禮拜震盪了三次 然後就換手成功 然後這個技嘉 技嘉你要知道 他那天公佈 他的財報的時候 跳空跌下來 速度好快 速度那麼快的情況之下 結果五日均線看了兩天 他居然撐住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看 因為前面在六月份的時候 六月的殺盤的時候 我就仔細的看 大家很喜歡殺技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沒事他殺的過程裡面速度很快 可是他都守著五日均線 這太神奇了 真的太神奇了 這個籌碼居然可以控制到這種情況 他有達到洗盤的作用 可是他還是守著均線 這就很厲害 然後你再看華碩 所以看到從偉創 廣達技嘉 這三個都是有揮達的認證 7月20號華碩就已經講了 他也得到了揮達的認證 然後推出來的H100伺服器 所以重點是他三家全部都可以用 Intel的然後揮達 然後AMD全部都可以用 可以用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還有軟體的配合 他是整套的一條龍 就像揮達真正厲害 不是說他做的晶片 他晶片 太貴了 只能夠給雲服務器的這些公司用 就是微軟 谷歌亞馬遜 Mate這些的 四大的雲服務的提供商 那麼其他人不會去用的 一定是最難 他們其他人公司怎麼辦 其他公司就是跟四大的雲端的服務商 去租用他們的雲的計算能力 那這件事情呢 這件事情這個揮達就在做 所以他就配套了 我又做晶片 我又做軟體的部分 然後就整套的服務這樣子 像華碩也搞這個 對不對 所以他雲的計算能力 台灣的部分就是他最強了 然後軟體的部分 他做的 他硬體的部分做的是三家都可以共用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變成你看到 這禮拜 400塊的整數關卡之後開始殺 然後投信也不捧場 投信也不捧場 然後空單也增加 可是經過了三個交易日的黑K 就在無日均線這邊 而且這個地點就是這個地點 等於是打回來 等於是有一根漲銀板 再拉回一根漲銀板 對不對 10%的一個震盪空間 然後今天再收上去 重點就是下面這個缺口等於是被確立 他的重點就是下面這個缺口 這缺口一旦確立 那這就突破缺口了 是不是 就是突破缺口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再看到他的左邊 雖然是沒有很標準的對稱 但是這邊一個缺口 這邊一個缺口 所以他斜斜的 對不對 這下面就是一個倒狀 那這下面是什麼 就是便腦 庫存最多 然後就輕庫存 然後終於回到健康的水位 連續的虧損 對不對 連續虧損兩季了 第二季會不會賺錢不知道 但是從intel的那個情況來看的話 好像會稍微的 比大家預期來的好一些些 說不定有賺錢的機會 就是損益兩季提前 提前損益兩季 那這樣子的話這邊就是一個底部了 而且是一個倒狀 那這個就精彩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再延伸出來 因為你PC已經落底了 現在就是差那個手機 今天的這個聯發科 就有點意思了 有點意思 他的這個講法 你看這裡 手機的需求不會更差 這個在昨天的那個日電工 我們在這個 玄虎早知道裡面有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日電工他說 這個資料中心 恢復的比較慢 比喻群慢 比喻群慢是因為 原本的傳統的伺服器 它的排層被AI的伺服器給排擠掉了 就是現在優先生產這個 優先做這個AI的伺服器 然後傳統的呢 就先排到旁邊去 反正需求也不是很好 那就排後面去這樣子 所以他就復甦的更慢 但是他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日電工 日電工的部分就講說 手機的這個情況 好像比較好 然後今天聯發科也說了 這第二季的需求也有改善 而且延續到第三季 所以他這個營運的部分 應該會逐步 他認為說手機的需求 不會更差 等於是原先台積電 拖累他的7奈米 7奈米的部分 都是用在PC跟手機 然後現在就是說 看起來 第二季就應該觸底了 第三季再拖一下 也不會拖到那裡去了 就大概持平 這樣子就很漂亮 對應到我們今天 好像是昨天還是今天 我們的國發會 然後公佈了一個景氣對策燈號 然後從去年的11月 11月開始 然後就開始一路的燃燈 燃到現在 可是那個分數 那個分數的部分 從11月開始 藍燈 藍燈到這個月 是6月 對策燈號的分數是13 先前的時候就是10、11、12在那邊徘徊 在上上下下 有上來 所以等於是說現在還很冷 可是谷底可能就要完成了 所以你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聯發科的部分 如果說他可以在這個位置 他都在600塊這附近 600塊這附近 如果說他又再彈上去的話 這個就漂亮 就是底部 就底部的一個訊號 所以他這邊也講到 就是AI的需求不錯 他又講到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我們在前幾天跟大家講的 現在都是做AI的伺服器 就是大人的事情 對我們這種使用者來講 我們就是 你的應用在哪裡什麼對不對 他有講 我們就不是說你現在是做伺服器 明年的時候電腦可能會有AI的筆電 對不對 他們現在正在設計 AI設計那邊正在做這些事情 現在聯發科的說法就是說 手機的部分也會有 也會落實到 就是說 不是只有那些算力的部分都在雲端 到最後還是要到自己的手機上面 自己的手機也要有很強的算力 然後去做私人的 這些隱私上面的這些AI的運算 所以到最後每一支手機 也通通都是AI的算力 就這樣子 所以那個需求我也會上來 因為大家 你可能不會換筆電 但是我覺得手機一定會換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講法就OK OK的意思就是我們不是隨便講講 你現在伺服器需求都弄完之後就沒了 不是筆電 然後也會有AI的筆電 手機也會有AI的手機 這需求 這AI的市場就很大了 對不對 那你很大之後 再來回頭看 回頭看廣達的一兆市值 你就覺得很可愛了 他會不會是長榮的第二 我覺得景氣當然會循環 可是現在的AI的景氣還在爬坡 你如果硬要比 比如說航海王的那一趟 我會覺得說他只是在初期 就是疫情剛開始的第一年 後面至少還有一年 三年的疫情 是不是航海王走兩年 對不對 我覺得 台積電都說五年的複合成長率 我們不要多兩年就好 就今年到明年 我跟你講 漲翻了 現在廣達 今年漲多少 2.6倍 對不對 然後 3231尾創 尾創4倍了 整天我記得才3倍多 現在變4倍了 那複數 就是那個乘數效應越來越快 所以有時候你搭上那個車子 真的這種行情都是翻倍的 都變成一倍 那你一倍如果再凹下去的話 那很快 這真的很快 一千變兩千 兩千就四千了 對不對 這很快 這種行情 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我在看這些的 像什麼音業達 華碩 技嘉是翻上去的 以前 以前都就是這幾個 技嘉華碩 維新 人保 對不對 人保還沒有動 因為他的東西比較慢 可是他做很多 醫療的 醫療是AI應用上面最快的 然後 維新 維新現在還是專心在 專心在電競 電競 因為亞運會 亞運會在杭州 9月份要開始的時候 電競是有牌的 有金牌的這個部分 他今年還是做這一塊 但是他AI的部分 明年 就現在做了 明年才會出來了 就這樣子 所以 這個股價以前跟技嘉 都不會差太遠 他今年就稍微了 有一點落後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技嘉 他會過90年代的高點 就掛牌之後的高點 1999年那個高點的話 那這個廣達 廣達是850 對不對 那華碩 890 那這個 人保 105 這個空間都 然後有這英業達 英業達 420 對不對 這空間就大了 你說快 也很快 你看3231的 今年還在幾塊 30幾塊 現在已經對不對 這個已經是 160了 160這種走法 我想你大概學技術分析 學K線的人 大概都會心裡有數 對不對 那就是爬樓梯 爬樓梯 那這個就可怕多了 那你說你看得懂 但問題你敢做嗎 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他這個盤 我覺得大家都 尤其這禮拜 台灣先生 古月韓 然後其他的一些大師 都有說 小泡沫 對不對 就跟輝達的情況 是一模一樣 大家喊一兆市值美元的時候 也是喊小泡沫 結果照樣 輝達照樣上去 我們等他第二季的財報 我想第二季財報應該也不錯了 因為中國的黑市搶翻天了 這些A800的晶片搶翻天了這樣子 你看外資的部分 外資的部分 他的動作 他賣了創意 也賣了光寶 然後他買了低位的長榮 但他買了高位的廣達 還有艾浦 艾浦昨天他也買 然後華碩 華碩他一直跟投信對坐 今天華碩投信任了 就也買了 音業達 所以他基本上還是買低的 他的思想就是買低的 可是他買廣達就很具有指標 因為這是高位的股票 而且是一兆市值的股票 所以這個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還是有AI 但他有調了一些股票 也是AI的部分 就我認為他只是調整 那麼投信的部分就比較 投信的動作就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他有調一些AI的股票 他一調下去都不得了 這建設跌翻了 然後這個資源 這也是加著今年沒有AI 然後情城上半場蠻弱的 信華被拉起來 但是我覺得他會持續賣 因為他今年業績不會好到哪裡去 他做AI的 他今年AI沒有 就大概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我覺得 對AI的部分還是OK 還是OK 所以這盤還是蠻好看的 那就持續的偏多 所以就我們的乾四角的一個部分 我會覺得現在就是二向線 二向線的17230 我覺得他是站穩的 所以我不能把它看成是這種 穿頭破角的ABC ABC的部分就不成立 我覺得他就變成是延伸波了 所以下一道關卡17650 但這只是短線 波段的部分 我覺得他這一次可能要挑戰新高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分享到這邊 持續關注我們 熊愛五名蝦台灣無處名的秀風 我們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1 1 2 2 2 4 1 4 4